字幕 字幕 李宇瑼 哈囉大家好 我是Michael老師 大家最近還好嗎 今天是我們線上的第一堂主題課程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要做的是這個東西 這個是李宇綺 在日本非常非常的有名 你可能有看過 我們來今天用這種簡單的材料來做李宇綺 首先你要準備的材料是這個東西 這個 塑膠袋 你們家一定都有這種類似這種 五花袋啊 很多種顏色 有藍的粉紅色 那都可以 不要太小就好了 好 那再來是這個 紙張 你們家如果圖畫紙 我會四大小的紙 這樣就差不多了 等一下我告訴你為什麼 好 接下來最後一個比較重要的 像這種罐子 鐵罐 這裡也有噴漆的罐子 或者是這個 飲料品 但是你要記住喔 如果它表面是凹凸凸的 不是瓶的話 它就比較難操作 等一下你要上色的話 就會比較難上去 所以盡量找這種直的 不要拿玻璃的喔 你拿玻璃的 老師怕你等一下會用破 這樣會更麻煩 好 那我們等一下就開始來做 就是拿一張板的紙 剛剛你設定好的紙 把它拿出來之後呢 好 那我們就用這個 比較長的這邊把它包起來 這樣把它包一圈 我們來試看看 包起來呢 看是不是會多一點點 如果多一點點也沒關係 不要太剛好 不然還會很難接喔 那你把它包出一點點之後呢 我們把這個 多餘的部分把它往外側 因為等一下要把它剪掉 然後你就把它打開 把它打開 這個地方是多餘的 那我們就是把這個部分把它剪掉 然後剪完之後 如果你怕它太大或太小 我們再來核對一次 就這樣把它包起來 就這樣把它包起來 看起來應該是差不多 有多出一點點 多出一點點沒關係 不要太小就對了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 請出我們的塑膠袋 然後接下來把這個塑膠袋 把它剪開 應該會剪開吧 你可以先剪耳朵啊 就把耳朵剪掉 這樣會比較好剪 如果你準備的罐子是比較大的 那你做出來的鯉魚棋就會特大 那如果是要做那種黑色的塑膠袋 那個袋子很大 你可能就要找更大的桶子來裝 可能用水桶啊 或者是汽油桶 或是更大的工具哦 好 我們現在把這個剪開